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Rennes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的影片就是get ready with me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primer 我会用这个Fenty Beauty的这个小样 这是我从Sephora购物中换取的那种乳务 就想要试试看嘛 今天来到了2019年呢 新的一年嘛 相信大家都有不同的计划 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完成 然后在2019年呢,我承诺 在这个频道中呢 会多活跃一点 就是我的目标就是每个星期呢 都上传一支影片 这个primer给我的感受呢,是蛮保湿的 可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帮助我贴妆的感觉 只要我用了比较雾面的粉底液呢 它并没有比较贴合皮肤 反正就是小样 就是sample 就用完了就算了咯 OK粉底液呢 还有这个 很久没有用的 很久没有用的 Nyx Total Control Drop Foundation 所以它是06 Vanilla 比起刷子我还是比较喜欢用海绵 我把我的Beauty Blender丢掉了 因为它发美了 这个海绵我已经回购了很多包 有四五包了吧 真的很好用 然后又很容易上我的底妆 这个粉底其实我没有很喜欢 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有一点卡卡的 Kicky的感觉 它并没有很滑顺 就干干的后又没有很均匀的感觉 可是现在我要求一个比较轻薄 轻薄的粉底 然后呢就是遮黑眼圈 黑眼圈呢 下一个就是Fit Me 你们应该看很多次了 这就是Fit Me的 遮瑕膏 它是10号 就是最浅的一个颜色 用遮瑕膏遮眼睛的时候呢 有一个秘诀呢 就是你的眼睛要处在一个很放松的状态 不要去特别的去stretch它 因为如果你stretch它的话呢 它的纹路呢就会有所不一样 然后有一些会卡粉之类的 所以你要确保眼睛呢 是在一个很放松 就是很平常的那种状态 垫子遮瑕膏呢 它才会很平均的被涂抹在你的眼下 然后呢遮痘痘 我用的是the same的tip concealer 遮痘疤呢也是有个秘诀 就是用遮瑕膏点在你想遮的地方 想遮的部位 我遮了过后呢 就让它稍微干一点点 你可以用手指也可以用海绵 就是很轻很轻的把周围给拍匀 罢了 只要很温柔的对待它呢 那遮瑕膏就会很牢固的粘在你想要遮的部位 这款遮瑕膏其实它很能遮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很干 我不建议用它来遮盖黑眼圈 因为大多数人的眼周都是会特别干 所以呢到了可能半天过后 或是四五个小时过后呢 你的眼下就会开始出现那些细纹 然后卡粉之类的问题 所以呢这一款比较适合拿来吃豆瓣 豆豆 这是奥地亚的Petal Velvet Powder 就是它们的花瓣粉 我是喜欢这一个 是因为呢看它是粉色的 只要看到这种粉紫色的颜色呢 它其实会帮你打来一个提亮的效果 现在我们来画眉 眉笔我如果是Excel 告诉你这个我真的是想剪恨完 这个超好用的 那眉笔很好用 我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失手过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PD-01 它是一款很适合 这个深棕色头发的美眉 看它很容易就勾勒出我的眉尾 然后而且我都很少会失手啦 OK现在呢我还是用我最喜欢的眉粉 就是这个Maybelline的Fashion Brow 然后用它来填补 为什么我不用这一支Excel的这个眉粉啊 那是因为它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浅棕色 可是它的眉笔的颜色呢是深棕色 完全不搭 而且用这个呢 它并不会很均匀的帮我上我的眉粉 所以呢我还是坚持用回我最喜欢的眉粉 好像画得有点太粗了 是因为本身有高低眉的关系 所以呢如果我画直眉的话呢 我的眉毛要画得比较粗 因为我的眉型是不一样的 我的眉型这里呢是一个很漂亮的那个欧眉眉 然后这个呢就是很经典的哦 韩系直眉 所以我很烦恼 我要嘛就是画欧眉的眉 要嘛就是画这种韩系的直眉 如果我要画韩系的直眉的话 我就会把我的眉毛画得比较粗了 很累 OK 眉毛画好了 其实我的上妆步骤呢有一点 有一点特别 在我很赶时间的时候呢 我会先把我的脸妆都改定 所以呢接下来 我通常上完眉毛之后呢 我就会上个腮红 我今天要用的是这一盘 因为我很久没有用它了 它是NYX的 Sweet Cheeks Blush Palette 我没有尝试过这个颜色哦 今天来用一下这个颜色 它是比较散 微散的那种橘黄色 很美耶 它是那种橘黄色 然后呢我来用一下RB 我用的是 1H3的My Contouring 3号 我是喜欢用这支刷子耶 这支刷子呢其实是我 出席 Butterfly的活动 得到的一支刷子 我没有想到它那么的好用耶 它是from 我忘记它是从什么网店还是牌子之类的 如果我找到的话 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资讯栏 你看它的刷毛呢 就好像有一点点斜斜的 它的毛并不扎实 然后它的角度 你看刚刚好 刚刚好就是适合画鼻影的 老实说这个其实没有很显色啦 所以我要一直来回的去 阴染它 再来我们要打亮 我们用的还是这个 Opio的3D Contouring Kit 这个我超爱 它的亮度呢其实没有很散 就是很低调的那种 它粉质并不会很细 可是它涂抹在脸上的那个触感还不错 很容易就可以晕开 接下来呢就是眼妆 我今天眼妆呢用的就是我2018年 蛮常用的眼影盘 也就是colourpop的 You help me at hello 它是一个很实用的大地色 如果你误求一些点点红啊 点点纸的眼影盘呢 你可以选这一盘 因为它不只有大地色 它还有这三个颜色是蛮偏紫的 还有这个是偏红的 然后这个Transition Color呢很好用 这个大地 我还用这个做Transition Color 我最近还比较喜欢走一些很大地色的眼妆 之前呢我并没有觉得大地色的眼妆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很普通 就在街上呢可以看到很多大地色的眼妆 就往年我会比较喜欢那种红色啊 橘色的眼妆 在2018年年尾呢 我觉得大地色的眼妆可以很突出 好像这个有点偏红的 画在我的眼中央 看到吗它发很红耶 那么我觉得这个眼妆有点太弹调了 所以我要加一点点 晶晶的感觉 我用的是这个 这个眼妆 它有点粉金色的感觉 就有点粉粉 这种珠光色呢 真的还是用手指去点在中央会比较好 它的饱和度会比较强 然后再用一个油软刷 刷开那个边界 每个月后就好了 然后再用一个油软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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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它有油软刷 就像它有油软刷 就像它一遍 就像它一遍 眼线用的是tony moly的brown color 就是这个 还有一个节目我要介绍你们的一个节目 他在2018年年尾播出的 他是关于美妆的一个节目 就是大X 他是大X学习员主持的一个叫beauty小姐的节目 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适合新手观看的一个节目 他会请不同的嘉宾呢 来到了录制现场 然后1比1的还原他们的浴室 就是把他们的浴间啊厕所1比1还原 没有说100%很像 可是真的没有100%也有95%的相似度 而且他会把所有明星的护肤品啊保养品啊 全部都带上那个节目 他会讨论那些明星的护肤品 然后他们用什么产品 他们推荐什么产品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是太適合我了 然后我也追完了 中国大陆的节目是这样子 他们只有12期 所以只好等明年咯 其实他已经播完了 很推荐你们去看 还有他的 还有在节目尾声呢 他们会做一个实测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明星选择了粉底液 那么呢他们就会把 网路收集来的30款网民推荐的粉底液呢 来做实测 就是说就拿着TOP30款来做实测 看看他们的成分里面呢 有没有九大危害物 如果验出来有九大危害物的话呢 他们就会灭灯 就是直接的告诉你 其实那个粉底液没有那么好 因为它有某些成分的存在 到最后他会公布一个公信榜 这个公信榜呢就是讲 临床实验了这个粉底液之后呢 他就会做一个analysis 做一个分析 让你知道呢 十大最好的粉底液 还有这一款粉底液适合什么肤质 干肌油肌还是敏感肌之类的 我觉得真的是获益良多 如果你想要买一款粉底液 可是你不懂 那个粉底液对你来说有没有伤害 你可以去看看这个节目 虽然说它只有十二期 也就是说它其实只做了十二种产品的实测 可是我真的得到一些知识就是 哦这个可以买耶 这个我缺哦 我甚至可以买这一款东西 就是种草会让你花很多钱啊 所以我觉得那个节目呢 很适合新手去看 就是如果你想要找一款气垫 那你不懂哪一款气垫呢 适合你 你怕拆雷 你可以去那边看看 他推荐的这款气垫呢 是适合什么肤质的 还有 我学到的一个东西就是 那个产品贵的 不一定是最好的 有一些像是面膜之类的吧 Top 1的面膜呢 可以是平夹的面膜 最重要的是每个产品的成分 还有适不适合你的皮肤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老实说这个眼线胶呢 其实呢 它是不合格的 就是它在那个节目里面呢 是灭灯的 我只是用它来勾勒我的眼线 所以眼线我会用这个 KLEO的 Sharp So Simple 我是喜欢这个 因为它真的很软 然后又很容易上色 因为我眼线画到很不对称 可是 我已经尽力了 肩膀膏我用的就是 KISS ME的 这个 深棕色的肩膀膏 好了 我现在想要走一种 比较日常的 路线水呢 我用的就是这个 KLEO的 我在Instagram有介绍过 我很喜欢 Liquid Lipstick 这是我2018年 最喜欢的一款 唇彩 就是KLEO的 满满满 最近呢 我都有在Instagram呢 分享我的年度 最爱 彩章 然后我再来没分享 我就不会在这里 这个频道分享咯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呢 就去关注我的Instagram YES 然后还有这个 就是Tracy E的 这个是 Near and Dear 这个也是 一直卖断货的 那我就会把它涂在边边 有时候唇彩呢 不一定要是一个 依照唇线去描绘的 好啦 妆容完成啦 好了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种 轻松聊天的影片呢 请帮我按赞 还有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然后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